我叫掌孙无恨 是漫画世界里 海棠国王清风的掌孙郡主 奉旨远驾神秘的 象雄古国和亲 和亲之路跨十三年 一路上 我们遇到石人花 雪怪和喷火龙 我和我的超豪华和亲团队 慈伤惨重 只剩下我和奶妈 相依为命 在即将到达象雄古国之际 突然一伙马贼杀出 我本以为 我自己会救死根儿屁 听好一位将军 刻马而来力战马贼 给我和奶妈争取了逃跑的机会 后来我才知道 他竟是来迎我和亲的 昆家第二子 黑马仁增 我就这样 到达了象雄古国 可没料到的是 最糟糕至极的故事 才刚刚开始 再三尾 解如果把人放在你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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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海棠皇帝 最欣然同意象雄国君和亲请奏 将上党现宫之女长孙无恨郡主 配于象雄昆家 亲此 不好意思 因为在来的路上 护送我的官员们都死光了 所以只好自己宣读圣旨 第一次有点害羞 听闻长孙郡主嘴大过人 果然名不虚传 大王过誉了 郡主历经千辛万难来我象雄 姑想 郡主一定最关心的莫过于 与你和亲的夫君们吧 夫君 们 我听错了吗 本王与你介绍介绍 多谢大王 昆家长兄 当朝丞相 老二 尼玛一夕 老二 护国大将军 黑马仁增 老三 多金战堆 老四 白马家措 老五 敢奔达龙蛙酒 咖 咖喱蛙什么酒 算了 没关系 那不知道五位弟兄 是哪位与小女子和亲呢 唐王没有与你说吗 说什么呀 我们向雄国有兄弟同妻的传统 这五位都是你的夫君呢 什么 五个 这个不是 真的 有哪位 一个事情 某个人 其实会清楚 甚至着 大唐的皇上 要是知晓了此事 会怪罪臣女师的礼数 所以故而恳请大王 让无恨书信一封送回大唐 好寻求解决之法 简信使 送一封书信回海棠倒是无妨 只是 前去和亲的使臣 定然已同你们皇帝 讲明了此事 而且 嫁妆都给你准备了五份 我想 应该是不会弄错才是哦 五个驸马 什么跟什么 郡主 会不会是哪儿搞错了 绝对不是搞错了 就是被那个狗皇帝给坑了 那这封信还记不记啊 记 当然要记 此信乃缓兵之机 缓兵之机 好严重的样子啊 我算过了 且向雄的差使送信到大唐 来回的矫程大概一年 兴许 兴许 我能在一年之间 想到些什么好法子 可以吗 想什么呢 你当真不愿遵从我向雄的传统 嫁于我兄弟五人 大公子 嫁于你们五个人 我本是乐意至极的 只是 我大唐民风淳朴 我又身为郡主 怕是认了自己的性子 皇帝会怪罪于我的母族 所以 才不得不婉拒各位的好意 那既然如此 郡主就回海棠吧 有道理 胡闹 我们向雄国的婚俗 没有拜堂行礼的仪式 从郡主进坤府那刻开始 婚约便正式生效 不过东方之礼 都是一样的 你们四个男的 我一个女的 能一样吗 五个 文盲 你也算哪 总之回去 是断然不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 你也是来和亲的 不如早点接受 比较痛快 这么奇怪的传统 是要叫人如何接受啊 郡主可知 我们向雄 为何会有兄弟共妻的传统 诡异得很 老五 向雄国地处高原 土地贫瘠 且与海棠不同 向雄没有敌数之分 兄弟姐妹 皆可平均继承家产 所以为了凝聚家族势力 避免财产外流 渐渐形成了兄弟共妻 姐妹同夫的婚姻传统 怎么会 你现在够清楚了吧 清楚 倒是清楚了 只是 这项雄与我大唐的文化 实在相诈甚远 我就怕 我要是真嫁给你们五个人 皇上知道后 会兴师问罪的 反正呢 我已经写了封书信 将缘由交代清楚 就在差使送信到大唐 等皇帝 遇过信件之后 自会有定夺 他同意了又如何 不同意又如何 皇上若是同意了 我便入乡随俗 嫁与你们五个人 若是不同意 那我们就待 信使回来之后 我再从你们之中 挑选一位作为夫君 如何 我不同意 我觉得还行啊 那就按郡主说的办吧 我和他们 但要约法三章 对外 你不可透露一年之约 你毕竟是来和亲的 不能让相询的百姓 知道了此事 不然 他们定会觉得 你海棠气势凌人 瞧不起我相询文化 故我为了两国和睦 请你守口如瓶 装作已经和我们 五人和亲的样子 并扮演好 昆府夫人的角色 可以做到吧 对内 你必须学会持家有道 管理好我们的家族 最重要的 是要对我们兄弟五人 你更得 一 一 碗 水 端 瓶 一 碗 水端瓶 一 碗 水端瓶 从今夜开始 以七天为一轮 前五天 你必须按照顺序 一一在我们兄弟五人的房间中过夜 第六天 你可以自行选择去谁的房间中 第七天休息一天 这 这 大家还有什么意义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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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吗 刚才好像有人的表情和上次不一样 是 入夜了天寒 喝点姜汤暖暖吧 看你下午时还一副为难的样子 怎么到了晚上却一副欣然接受的模样 笔梁为娼听过吧 大公子 你我先前约定过 日常需得表现如夫妻一般 娘子 是不是该改口叫我夫君呢 不如我叫你阿姨吧 阿姨如何 阿姨 若是你们五个人都叫夫君 怕是容易搞混 所以呢 你就叫阿一 老二呢 就叫阿婉 老三呢 就叫阿水 老四叫阿端 老五就叫阿平 这样子一来呢 外人听了 觉得我们很亲密 二来也时时刻刻提醒我 要一碗水端平 算你说的有几分道理 快趁热喝了吧 你这汤里 不会混了蒙汗药吧 当然没有 你真人一心病珍重 不喝算 好 那我便不喝 你这准备了一床被褥 夫妻哪有盖两床被褥的道理 做戏就要做全套 初夜任谁都会有些紧张的 别害怕 我是个好人 去 把那睡袍换了 睡袍 你睡觉难道不穿睡袍吗 我喜欢穿这样睡 不妥 你我新婚硬儿 我又正当壮年 别人瞧见你穿成这样东方 怎么说我 怎么 是 我们床底下有人 还是你喜欢出去到处乱说呀 真好看 赶紧睡吧 夫人这么饥渴难耐吗 你够了你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郡主 你要是再调戏我 我就 你就如何 我就 我们之前约定过的 我们只是洋装夫妻 又不是真的 等到一年之后 我才会从你们之中 挑选一位作为夫君 你真以为你们海棠皇帝 会同意你违背我向雄的传统 从我们兄弟中挑一人 你们这些和亲的女人啊 真是可怜 为了国家沦为和谈的筹码 牺牲了所有 却一辈子都回不去了 你与我说这些做什么呀 我只是想帮帮你 帮我 一年后 不管海棠皇帝意下如何 我都会准许你从我们兄弟中 挑一人为夫 我可不想我坤家的女人 郁郁寡欢 没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真的 不过 若你选了我 我便堵死你 刚才还说要帮我 现在马上就说要堵死我 你这个人还真是阴晴不定啊 我只是告诉你 坤家的女人有自主权 我也有 若到时候你不能让我爱上你 你又偏要选我 那么我就会 毒死我 你这个人不想要 好 硬 好 好 谢谢 好 好 请 禀陛下 这是长孙郡主 从象熊国寄回来的书信 书信 转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